欢迎收看印度的街头魅士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新德里 著名的传席路上 这是传席异路的魅士节 今天带大家看来这个魅士的名字 叫做祥辣咖喱牛奶跑反 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不简单的魅士 这一打喷看着像秃格大的东西 它是经过神度诱诈的面格大 然后老板在脸上不算新鲜的牛奶 有观众朋友问我 说这个印度牛奶啊 它看着特别的习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原因是非常的艰难 就是怼睡了 其实咖喱人给牛奶怼睡 并不是为了头弓煎料 人家队里是横喝圣睡 大家都知道横喝睡里边 饱含了各种味道 而且有非常多的细菌 哎不是 是异生菌 它有挑离畅微的功能 让贬秘的人充分体验到了 喘息的快乐 差一点点 可恶 它就怨不回来了 好了 让我们看这个老板 杂氏的基本功 用手来抓事物 完全不带忧郁了 反正时间去 过一会儿就从下面 喘出来了 都是要用手来请离 那小锅是一样的 而且老板是左右手并用 可以想想 这个味道是多么的浓郁 多么的咸天 老板套上了袋子 大家不要紧张 这份没事 骨客是准备大饱带走 有好的东西 一定要学会粉香 这位顾客就是把这份 闲天的没事 带回去跟贾利人共享盛居 让我们看着这个没事 它有点不好下嘴 但是在嘎里过 在喘息路上 这一打喷地倒的没事 不到下屋就会买完 你要赖弯了 你想吃还吃不上嘞 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这个作料 红色的是辣椒粉 晃晃的是咖喱粉 这个绿色的 看着像是摩擦 其实它是香菜汁 这些东西混合在了一起 它有一种奇妙的味道 大概来说就是 天中有一点馅 馅中它又有一点辣 吃下去之后 还有一点奶味 馅中就是乖乖的 跟他们的人一样 哈哈哈哈 记得关注再走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